北清热点报道 6月11日针对不法分子假冒国铁集团名义行骗一事 国铁集团发出严正声明 近期国铁集团街道群种来电咨询 反映一款名为八纵八横APP程序 自称是国铁集团授权推出的理财产品 发布了湖南通道建设、沿海通道建设、 沿南通道建设等9款虚假投资理财项目 并将国铁集团公司简介、新闻报道等内容 在APP中用于宣传推广 此行为严重陷害了国铁集团商誉 构成侵权更是蓄意欺诈损坏公共利益 涉嫌刑事犯罪 对此国铁集团已经向有关行政机构举报 现在公安机构举报了 真的是匪夷所思现在好多的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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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